我说到吃啊 我问你啊 这个青岛菜里面 你最喜欢吃什么 独行 其实你我说最喜欢吃的 天空飘过一哈字 看就是嘎辣那个味 蛤蜊 咱青岛人啊 亲切的称呼它为嘎辣 肉质鲜美 被称为天下第一鲜 百味之冠 除了味道好 蛤蜊的营养也很全面 含有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 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对于青岛人来说呢 蛤蜊是日常餐厨 一道再平尝不过的美食了 腊炒的 圆汁的 微波的 包饺子 包包子 在青岛人的饭桌上啊 蛤蜊 那是一个绝对百搭 绝对缺不了的东西 当然了 在这些吃法当中啊 最受青岛人欢迎的 那就是 腊炒蛤蜊 腊炒蛤蜊 在蛤蜊原有的鲜味上 添加了辣味 是一道广受欢迎的下酒菜 不过要做出 既有辣味 又不影响蛤蜊鲜味的 腊炒蛤蜊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首先 选蛤蜊 就是一门学问 文蛤蜊 毛蛤蜊 赤背等等 市场上 蛤蜊家族的成员 还真是不少 不过 咱青岛人最爱吃的呀 还要数花蛤 尤其是 红岛的蛤蜊 商贩们告诉记者 真正的红岛蛤蜊 要到五月中旬 才能大批量的上市 现在呢 市场上的花蛤啊 主要有吉墨 田恒和东北大连的两种 价钱呢 在美金四块到六块钱之间 宋大哥卖贝利海鲜啊 已经十多年了 宋大哥说呀 青岛本地的蛤蜊 都是从大连引进的蛤蜊苗 然后呢 分别送到吉墨 红岛等地养殖 虽然蛤蜊苗都是一样的 可是不同的海水里面 长出来的蛤蜊呀 味道可不太一样 青岛本地的蛤蜊 就比大连的蛤蜊 更加的肥美 想要区别本地蛤蜊和东北蛤蜊 那方法也很简单 除了看虚 蛤蜊的皮也能看出它的产地 本地的蛤蜊皮薄 大连的蛤蜊皮啊 比较厚 另外呢 本地的蛤蜊不降价 如果买的时候 上饭降价买 那应该就是大连的蛤蜊了 而且啊 每年从四五月份开始 一直到秋天 咱青岛的蛤蜊啊 那就是肥呀 鲜呀 好吃呀 所以啊 想吃辣蛤蜊的赶紧了啊 这辣蛤蜊做起来也不难 锅里加入少许的油 放入葱姜辣椒炒香 把蛤蜊倒进锅里爆炒 加入少许的料酒 盖上锅盖 大家注意哈 一定要盖上锅盖 目的是为了保留蛤蜊的鲜味 让蛤蜊快速成熟 蛤蜊原有的鲜味已经足够了 因此啊 不用再加盐 等到锅里的蛤蜊都开了口 再翻炒几下 就可以出锅了